好,我们开始了 CXA Security的最后一天课 也是比较重要的VPN的课 在课前我再推下作业 我看我应该再做一个一个月的搜索 或者两个星期的搜索 你看这些应该是最近才开始交作业的 这两份也应该是在交作业的 但是我看也没有太多人 我希望大家能够 努力的把这个作业跟上 学习那这个作业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实验台,我看实验台预约的倒是挺多 基本上实验台预约的 基本上约完了,因为前面也约不了了 OK,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 把实验台预约了,然后把这也交了 我觉得学习最重要的就是作业 好,现在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天我们的VPN 我们会讲到理论 会讲到站点到站点的VPN,会讲到远程访问VPN 那基本上都是最基本的 理论讲也是基本的 站点到站点VPN和远程VPN也是都最基本的 这么说吧,VPN真的是整个安全当中 课程量是比较大的 它有,现在应该有九天课 以前还是十天啊 现在是九天,因为有一个比较重要的VPN 老的VPN被砍掉了,所以说呢,砍掉两天,然后我还补会一天 所以说现在应该,VPN应该有九天的课 每天都有大量的实验,大量的作业 所以说呢我觉得 学习还是需要做作业的 不仅要听课,还要做作业 只听课 这么说吧,意义真的不是特别大 反正我认为意义不是特别大 一定要做作业 OK 当然了,如果有机会呢,也可以跟大家在网上讨论讨论 也是好的 好,我们来讲理论,VPN的理论 简单入一个门 然后呢,我们到MCA再细讲 首先呢,我们来说什么叫做VPN 叫做虚拟私有网络 讲到这呢 我基本上录像都会 因为现在我们的视频都会遭受我们党的审核 我的VPN长期过不了 所以说呢,我再说一下 我这个VPN是正经的企业级的联网的VPN 跟有些人想的一个VPN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人还以为我会讲的奇怪的VPN 不讲其他 至少我现在不讲 我们讲正经的企业级危险 完全符合我们党的那个宗旨 我先说说说好了 好,我们来说一下 叫虚拟私有网络 好,首先我们来说说它的动机 它的动机肯定不是翻墙 它的动机是干嘛用的呢 首先呢,我们随着公司的发展 那么公司呢,往往会有分支机构 比如说我们前一堂有 有北京,上海,有南京 只有分支机构 那么或者说一向斯科这种大公司 在全世界都有分支机构 那么这些分支机构之间呢 肯定就有相应的联网的需求 等于说联网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的 以实验台为例吧 我们安全实验台 北京应该有完整的三套 物理的 上海呢 也有完整的三套物理的 这样一共有六套 但是有时候呢 这个人呢 他不一定一样多 有时候呢 上海的人他会比较多 有时候呢 他北京的人他会比较多 这样的话 有了VPN之后呢 可以互相云一下 上海呢 也可以用北京的 北京也可以用上海的 好比如说那个 北京有个数学中心 那么基本上 我们的安全的分解实验台 全部 刚才我说的LAB 安全的分解实验台呢 都在北京 然后呢 无线的 分解实验台和LAB 也都在北京 OK 那其实也就是没有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每个分部都有 其实现在只要网 没有什么问题 那你从任何一个地方连进来 都是一样的效果 OK 现在我们也是远程 而且别说国内了 我们 不少海外学员 海外学员是不少的 我觉得 现在我们的激活的里面 我估计二三十个也应该是有的 当然了 海外学员那里面也不要期待是 期待是老外啊 老外基本没有 但是 是中国人 就是在国外的中国人 老外的有 特别少 因为前两天 这个上海网站 还有一个 印度的朋友 一直在听我的课 有 但是 确实比较少 因为我只说中文 那么才不听我的课 也能听懂中文 那个印度人 真能听懂中文 所以说呢 你确实有这种联网需求 比如说你有资源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去 分享给其他的分部 OK不可能每个分部都 架设数据中心吧 不可能每个分部都有服务器吧 特别像那种 服装装卖店这样的 全国撒了无数的分支点 那数据库肯定只有个别几个有数据库 其他可能也就只是一个电脑中端而已 所以联网需求呢是 不断的增长的 其实VPN这个技术 这么说吧 其实最近都已经很成熟了 不要认为VPN是一个什么 高级技术 至少安全这些VPN都很成熟了 最近10年基本上也都没有啥变化 基本上现在讲的 跟10年前讲的差距也不特别大 最近VPN你要说有什么新技术的话 我觉得 最中心 还会有一些新的VPN技术出来 二层VPN那些东西 但是安全的 这基本上10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过 所以我那本书10年前写的到现在 我也没觉得 我还需要再重新写一遍那个书 OK 好 那么联网需求是有的 那怎么联网呢 好我们来说怎么联网 首先我们说需求是有的 是挡不住的 这是时代的发展 好 那么怎么联网呢 最韧性最有钱 那就 拉根网线直接拉过去呗 拉根网线直接拉过去呗 对吧这就最韧性了 这个呢 首先呢 他要花很多钱 还有可能性呢 就是钱也没有用 这个就是真的拉不过去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专线是绝对是你可以考虑的 你有钱你就任性 我也喜欢拉专线 我也喜欢整个物理线过去 那呀多happy呀 对吧 好首先 这绝对是一种选项 不能说 否定这种选项 这选项OK 没问题 第2种选项 就是 运营商的VPN 好我用来说这个问题 其实讲VPN 三个方向都要讲VPN 数据中心有数据中心的VPN 安全有安全的VPN 运营商老师 有个IE叫运营商 运营商的老师 应该会讲运营商的VPN 运营商的VPN主要是Ampere的VPN AmpereVPN 他们的VPN 运营商的VPN 安全的VPN基本上是互联网的VPN 但是我们会跟那个运营商的这个 AmpereVPN 比 OK 你还有一种选项就是买那个运营商的AmpereVPN 但是那个价格也是相当不菲的 行不对啊 AmpereVPN价格也是相当不菲的 比如一个点一个月 收一几千上万 那也比较正常 啊 如果说你 中国很多点然后全部AmpereVPN 那个价钱 我估计 小企业是绝对承担不了的 啊 安全呢 安全的VPN就是互联网 VPN也就是说那只要留一条上网链路 只要留上网 咱们这个VPN呢 就能建得起来 OK 我们这个呢 叫便宜很多 大家知道上网链路跟那种 其实 所谓的运营商的VPN 其实它基本上是算当专线给你卖的 基本上你就说 他说企业级专线之类的 那基本上就是运营商的这个VPN了 安全呢 只要你整个 上网链路 那基本上咱们VPN就可以建立 所以说有些人会 问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到底是Mp2VPN好呢 还是安全的VPN好呢 这个是个问题吗 别人好几万买个东西 对吧 我这个好几百买个东西 你非得跟我说 谁好 我都想用Mp2VPN 我都不爱用我安全的VPN 我都没钱啊 是吧 这个东西没劲 你问这个问题 你就是买个文字跟买个奥托利 非个问题 谁好用 这没劲了 这个钱 你是白给的吗 对吧 所以说呢 你 第最任性就是专线 第二任性就是买这个运营商的VPN OK 那个绝对绝对比我安全好 想都不用想 但那个钱呢 当然也是比我贵 那个不是十倍的问题了 我估计是好多好多位 所以要了解 首先有三种选项 这个钱是不一样的 效果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效果都一样呢 那钱是白花了 是吧 所以要了解一下 这有三种选项 那么我们安全的VPN的 主要的优点 应该说啊 最大的一个优点 将为他们的VPN 最大优点就是省钱 啊 绝对省钱 因为我们只要互联网联络 当然呢 我要说一下 省钱呢 肯定有省钱的问题 首先你要了解 南方还好 特别是 北京 特别特别缺德 这个缺德之处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 在北京你说 申请那种大运商的 比如电信啊 网通啊 它那个号称100兆 那是假的 那是下行100兆 那个上行可能就2兆 它上下行不对上 我知道南方有的地方是 绝对是上下行对称 说100兆 上下行对称100兆的 北京的一些小运营商 也是 也能实现 上下行对称100兆的 但大运营商 你一句问 绝对不是对称的 他也说100兆 那可能下行100兆 上行只有2兆 那好 那比如说 我要对称怎么办呢 加钱呐 企业级专线呐 又来收钱 我们这个线 我们这个线 是多少 50兆 50兆 一个月 一个月是多少钱 两三 好像是三四千嘛 好像得三四千块钱 一个月 一个月 你看 有时候大家不是就往海抖吗 就是这样 给钱不办事呗 就说 你要知道 有一种奇葩东西 叫企业网端线 而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区别 它就是对称的 理解意思吗 就是对称了 但是其实南方 我知道上海 我们上海 我们上海 真是一连才五千块钱 一百兆还是五十兆的 上海海亚军对称 还有动态地址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一个月给他两三千块钱 动态地址都没有 完全躲在一个pad后面 OK 反正 严重迷失 北京运营商 相当相当坑爹 不仅贵 而且还不好使 所以要了解 省钱 有时候也省不了 偶尔还是要多给一点钱 但是怎么怎么算 都比专线和 MPR VPN便宜点 好 这是省钱 这是一个最大优点 省钱觉得是一个最大优点 还有呢 就是自由 就是说 像MPR VPN 像专线 它有时候收线 专线有时候就是没有那个 那条线路 你给钱也买不了 那MPR VPN也有个问题 就是 MPR VPN基本上是说 你要申请电信的MPR VPN 你要申请网通的MPR VPN 你的电信和网通的MPR VPN 是不可能通得起来的 理解 但是 这是不科学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首先 北方和南方 是两个不同运营商 是霸占的 对吧 还有一个缺德玩意 中国的物业也相当缺德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楼 就是被一个运营商给买断的 你想用其他运营商 是不可能的 你就必须得用他们运营商 那你说怎么办 你说你MPR VPN 那必须要有一个运营商 那你就遇到这个楼了 你什么时候 它就没有那个 运营商的那个接入 那你也没办法 那或者说好 那我给 物业交保护费 说那根线 专进来 那加钱吗 对吧 有时候加钱都不行 钱就不行 我就买断了 跟别人签了合同 就只能这个运营商进 其他运营进不了 OK 所以说呢 那种专线 和这种MPR VPN 有时候你给钱 可能都不一定行 你解吗 就说它就是没有陷入 它就是来不了 但是呢 我们的安全的VPN 不仅省钱 而且它比较自由 就说 大流伦上网吧 只要你给我整个 上网的线 然后呢 我自己搞台录录器 我咔咔咔 我自己敲 我就通了 对吧 像MPR VPN 就算那个 你还是申请 我新的点来了 请帮我做一个 然后他们人又做几天 给做完 那不是也费劲吗 安全就说 只要整个线 虽然说资料是要差一点了 我们自己配 我们这个VPN就自己建 我想怎么建怎么建 我想怎么加密怎么加密 我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这一切都为我管 OK 所以安全的特点就是 比较灵活 比较便宜 这是安全的 几个特点 OK 当然还是这句话 质量 你可能也知道 那个上网链路 那个抖的 对吧 有时候 它就是 它就比较抖 有时候没有办法 这是中国国情造成的 如果说呢 你是在 高丽棒子的国家 或者说在 美国其实也不太好 美国好一点 高丽棒子特别厉害 高丽棒子那个 那个网络 效果特别好 特别特别稳 那种情况下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专线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 MTL微信 完全可以直接 我们还去设个微信 就直接就全部搞定了 搞什么专线 费了个钱 对吧 但是中国有时候 你还是得买 有时候确实不闻 真的啊 这个微信 有时候真的不闻 好 使用公有的网络 就是安全 我们上课 就是通过互联网 基本上我的上课就说 而且安全 老是讲微信 都很有意思啊 就说 中间一定要滑坨这种云 就是或者说我中间的摆台路路器写个internet 就是我表示说你看中间这一坨是互联网 而且呢我在讲 这种课的时候呢 会明确的给你画一个 一个分界 就说 这是内网 然后这是 这个互联网 我会明确的告诉这个边界 这是内网 这是互联网 这个明显的边界 我们通过互联网 我们通过公用网络件微信的 这是特点 就是通过互联网间微信 安全老师只讲这个 当然了 只有一个奇葩微信是例外 就是我们 政客里面的 Gate微信 Gate微信 我给斯科夫社区也讲过 Gate微信是一个奇葩 Gate微信是一个 内网 或者说 广域网微信 他需要这个内网里面加密的 这么一个技术 除了Gate微信 这个奇葩以外呢 其余全部都是互联网的微信 就是有互联网 中间有一个 Internet 然后呢 比如说这是内网 那个互联网 然后我们要跨过互联网 来把这些 连接在一起 好基本上说的 比较明白了啊 安全的微信呢 他比较节约钱 他比较灵活 他的一个互联网的微信 他的问题呢 省钱肯定就是 有时候不太好 就是有点抖 然后有点不稳定 这是你 节约钱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说你有钱 你应该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有钱人性 就可以略过了啊 好 看大家的问题就是 这个 带宽肯定不是特别的稳 容易抖 容易在高峰时期 有时候就会卡 这是难免 然后呢 数据安全 就是说你有一种 互联网的数据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说要加密码 就是因为 不安全 所以说要加密 又就是因为加密 所以说才是安全技术嘛 我不是说嘛 其实你要说 除了加密以外 那在玩儿不如交换这东西嘛 对吧完全是一个联网技术 所以说呢 因为有加密 但是其他有认证 远程拨号的拨型 是要认证有3A 对吧 这个跟安全可能更贴一些 那如果说暂点到暂点呢 其实也就是这个加密 其实我觉得其他做如如交换的问题 好 然后呢 微星的两种模型 一个是暂点到暂点 一个是远程拨号 暂点到暂点 比如说像北京跟上海 中间跨一个internet 这是北京我们本地的网络 这是上海的本地的网络 然后呢 我们建一个暂点到暂点的危险 那可能会有隧道啊 也可能没有隧道 建一个隧道 然后呢 感觉就是一根 一根蓄力的网线 然后呢 把这两台路由器连在一起 把这两个网络连在一起 OK 叫暂点到暂点 也叫做side to side 也叫 网络到网络 也叫lan to lan 这个意思吧 lan to lan 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lan to lan side to side 反而就是 中国翻译过来 就是暂点到暂点没听了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远程拨号 我相信各位天天都在用了吧 我估计现在还没有什么没有用了吧 所以你每天就拨上来 通过anyconnect 我在家每天都拨 通过anyconnect 你拨过来 连到公司内部 首先呢 这个东西呢 需要你有一个软件 然后呢 你一连呢 就需要输这个 相应的用户密码 对吧 你要输相应的用户密码 好 然后呢 一旦拨上去之后呢 就感觉 你的个人电脑 就插了一根网线 就感觉 你的个人电脑 插了一个网线 插到这儿 然后你就进到 公司内部了 他会给你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 远程拨号 基本上呢 VPN就是两种 模型 主要就是两种模型 今天呢 也会讲一个暂点到暂点的 也会讲一个 也会讲一个这个 远程拨号的 好 好 说到这儿呢 我们 你看刚才我说远程拨号 我都说漏 说成ASA的了 我们就是说要这个问题 两个模型都说完了 我们又来说斯科的产品吧 斯科呢 其实VPN的产品呢 其实主要就两个 一个是 是AESA 你说防火墙也行 但是防火墙 但是FIR POWER确实现在还不太给力啊 FIR POWER我说在融合的过程中 那现在还不算太给力 虽然说它底层是个ASA 我们还是以ASA吧 就是 ASA来说吧 就是录入器和ASA 是这样的 如果说客户要求做的是这个站点到站点那天 你强烈推荐客户 一定要用录入器 站点到站点 你强烈推荐客户 一定要用录入器 录入器有很多高级的功能 我们后面会讲 很多高级的特性 能满足客户各种的需求 就要推录入器 就应该是录入器 你想都不应该想ASA ASA呢 你说行不行 行 但是是一个最low的最烂的最没有特性的 就是 只能通的那种 那种危险 OK 所以你给客户如果设计蓝出来 千万不要把ASA带上 你会很惨的 所以你就应该给客户推荐 如不请 好 那我们又来说远程访问 这一块 如果说客户要远程访问 我觉得你应该第1个想到的应该是ASA ASA在远程不好这一块有丰富的功能 因为ASA的前身 是一个叫VPN3000的产品 它是一个专门做 VPN集中器的 专门来做远程拨号VPN的 OK 所以如果说客户要的是远程拨号 那我觉得你应该第1个应该想到的是ASA OK 那录入器行不行呢 录入器也行 都可以 但是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如果说客户的要求就是一个通 什么叫一个通啊 就是说 我就拨上来了 然后我就通了 然后我就访问了 如果客户就这要求 或者说客户也没多少客户 比如说也就100个订发 一个数量也不多 就是为了通 那我觉得你选入器 ASA没多大个区别 但如果说客户的要求特别奇葩 比如说 我要证书认证了 我要这个 又是证书认证 又是3A认证了 我要去对客户金审核了 客户要开防火墙了 客户要杀到软件了 就是客户有用很神奇的 很高级的 VPN功能的话 那你赢了什么ASA OK 还有一个 ASA呢 比如说你客户特别多 那比如说你并发都 都一两千 好几千 那这个时候呢 ASA呢 多个ASA可以做集群 可以做一些VPN集群 可以好多个ASA做VPN集群 它能够 接收的这个 VPN的数量也会比较多 也比你一个入入器的 能量又强 所以说呢 如果客户的人特别多 然后呢 又需求特别变态 那这个时候 ASA是你的选择 如果说人业比较少 就是为了个通 其实入入器差不多 也能中 OK 当然远程报告为偏 你第一个应该想到的 ASA 入入器也是可以用的 只是它 也就 也就来个通而已 好 蓝图乱 在这边 蓝图乱是一定要入入器 我都用这个词了 远程报告 最后 推荐用ASA 这两个词书有点不太一样啊 好 然后再看一下 传统的站点到站点的技术 前面这两个我估计里面也已经见不到了啊 就是这个应该是见不到了ATM和真中介 可能在很少的有 在这种很老很老的网络里面会有 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ADSO刚刚来的时候 ADSO其实 ADSO这个技术是ATM的一个转型技术 当时全是ATM的ADSO 那可高级了 然后呢 然后呢 ATM是早就不用了 应该差不多 十五六年前 基本上也就不用了 好 真中介呢 也基本上十年前也就不用了 而且以前安全也没考 入屋交换也要考真中介 真中介是一个重点 后来安全早就不考了 然后 入屋交换自己也不考了 入屋交换已经把真中介 器换成为DMVT 就是以前入屋交换是考真中介的 就是以前入屋交换 那个考试 那个广域网就是那个联网就是真中介联 现在 他们现在新的入屋交换考试 已经没有真中介了 已经变成DMVT了 这都是过时的东西 GRE 我们可以简单提一提 GRE也是一个微信技术 它能够 在两个三点之间建立一个隧道 这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很老的一个技术了 建微信 建隧道 联网没有问题 但GRE GRE的严重问题就是完全没有安全性 就是一点安全性都没有 所谓的安全性 一会儿要讲要加密吗 不加密 要认证吗 不认证 要完整你教验吗 不完整你教验 GRE就是没有安全 但是其他的联网 这个建隧道这个都没问题 好紧接着就在MTL VPN 这是我说是运营商级 现在运营商主推的 这个VPN应该就在MTL VPN 现在运营商 比如说他卖给你说企业级 企业级VPN 甚至他会 吹说他 我是企业级专线 这玩意基本上就是MTL VPN 现在我估计运营商也不会给你拉什么 真中计呀 或者传输电路 估计给钱 你要专线的话 真正的专线 就是要裸签的话 有可能会给你开点 这样的东西 但一般情况下 一般 他都送的那种 企业级危险 应该都是MTL VPN 好 然后呢 我们安全的就是IPSEC 暂点到暂点 有人说不是还有一个S维C吗 S维C没有暂点到暂点这个说法 知道司科的没有 司科的暂点到暂点 只有IPSEC 没有SSO 不存在 不存在那个S这种可能性 反而安全老师讲暂点到暂点 只讲IPSEC 当然IPSEC就已经博大精神了 IPSEC很多很多东西 好 远程拨号 我们来看一下 远程拨号呢 现在主推是 SSO 是这个 现在考试也主考 SSO IPSEC呢 现在基本上 不怎么用也不怎么好了 我刚才还在课前我说过 我说以前IPSEC的VPN10天 然后呢 我说现在变9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有一个叫Easy VPN的 其实就是IPSEC的远程拨号VPN IPSEC的远程拨号VPN 这个以前我要讲两天是一个特别重点的一个支点 现在呢 已经在我们的威武考纲里面直接被化掉了 就是完全被取消掉了 现在司科其实也不维护这条陈远线了 所以说呢 就是它被砍掉了两天的课 然后我又往里面补了一天课 所以现在是9天 现在微信应该是9天的课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也不大用了 就是IPSEC的远程拨号 还支持的 其实你还是可以播的 但是基本上也 没有什么人去用它了 现在主推 就是SVPN 这两个呢 我会讲 但是用的也不太多 但是有人用 因为微软其实比较爱推的 就是这个PPTP和L2PP Over IPSEC 特别是微软 这个是微软主推的 是微软的协议 这个的好处 主要的好处就在于 你不用装什么客户端 因为微软的系统是内建 这两个就是微软 系统内建 你不用装客户端 你你看你不要装个客户端吗 对吧 这个不需要 所以微软它比较推移的东西 我们也会讲 但是并不是我们的重点 远程报微软主要的重点就是一个 就SVPN OK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 顺便说一下 就是IKV2的IPSEC 其实也要讲 以前的IPSEC 叫IKV1 现在新款是IKV2的IPSEC 为什么我都 不怎么提他 因为其实都是 any行列的一个 都是有 就是你要 SVPN也是用它 你用这个 IKV2 IPSEC也是用它 基本上我都是在 SVPN那个特定里讲 讲了之后呢 在一个特定地方 说我们可以切到这个地方去 来拨号 所以说基本上 都在SVPN那个课子里面来讲 说完这个之后呢 今天我们的 暂点到暂点 和远程报都要讲 IPSEC 和S2理论都要讲 但是都是简单的 给它过一遍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IPSEC的这个 部分 IPSEC 来看一下 大起来 大起来是SEC 就是IP的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从这儿来看 它是网络成安全 网络成安全 我们先从网络成安全开始聊 什么叫做网络成安全啊 我弄着去了 什么情况 我用这个话吧 我用这个 点点点 我用这个眼神写问题 我们来先聊IPSEC 叫网络成安全 我们先从网络成安全聊起啊 首先呢我们的IPSEC呢 当然安全老师呢 讲的都是互联网 其实一天我们先聊聊什么叫互联网 什么叫internet 互联网 互联网其实 说简单点呢 就是 有 这很多的设备 接到了这个 互联网上 每一个设备呢 都会有一个 全局 可路由的 IP地址 那就是都有一个 就是你要在这个互联网上混 你得有一个全局 可路由的IP地址 OK 好 然后呢只要你有的一个 全局可路由的IP地址 就可以跟 其他的互联网上的 这些全局可路由IP地址 通讯 对吧 那你也可以认为 整个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全球的 网络层 可达信 对吧 全球的 网络层可达信 全球的 IP可达信 只要你有 全局可路由IP 就能够跟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全局可路IP地址通讯 那么通讯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包 这是一个IP地址 有 元 和目的的 GlobeIP地址 然后紧接在里面的可能是TCP 然后呢里面可能是HTTP 然后呢里面就是相应的这个数据 大概呢正常应该就 对啊 OK 那好 我们的IPsec叫网络层安全 那怎么保障我们的数据安全呢 好 IP就是网络层 OK 那后面呢就叫做网络层 负载 负载叫做Payload OK 或者叫IPPayload 或者叫网络层负载 差不多 好 这是网络层头部 不是网络层负载 好 我们IPsec呢提供网络层安全 也就是说呢网络层负载是要保护的 网络层 头部不管 就说这个是要保护的 理解 头部不管 然后呢我们在中间呢 会插入一个全新的 IPsec的头部 一般说加了密呢 都会有一个头部插入这个地方 中间插一个头部 然后后面被保护 这样的话 提供了网络层安全 首先要了解 为什么IP头部不保护呢 IP头部如果加了密 露如其能看得明白了 那不可能啊 必然不能加密它 是吧 为什么要插个头部呢 一般都得插头部 我给你解释一下 很简单 你就真的不给头部 你就这么一个IP 后面 乱码 你让别人搜的人是什么感想 IP乱码 我该怎么办 对吧 你得给我点 提示吧 对吧 所以这个头部 这个IP头部里面会有一些提示 说你应该 我们以前 就是 我们以前协商过什么吧 我们协商过算法吧 我们协商过密钥吧 你就用那个密钥的算法来解密嘛 大概就这个意思 对吧 给一个IP乱码 什么意思啊 这个 你想怎么办啊 这搞不定的呀 对吧 所以说一般来说都有个头部 这个头部其实就是歧视目标 所以应该怎么办 好 这叫网络存安全 顺便我们再聊聊其他的啊 有没有 数据链路存安全 这是有的 比如说 什么叫数据链路存安全啊 就是 就可以实现交换机的接口出来加密 交换机的接口进去 解密 交换机的 端口到端口之间的加密 是可以有 叫MarkSick 在我们ISC的时候会讲 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 就能实现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这个线 出来 进去加密 链路存加 MarkSick很明显 就是 Mark头部 以太网头部不加密 他大概怎么样呢 就是这不是以太网头部吗 以太网头部不加密 然后呢 后面这些是加密的 这叫MarkSick 这个我们在 ISC的课里面会讲 有物理上安全吗 有啊 那个 比如说像军方或者政府有那种专门的加密机 那加密机要物理上安全 就是 这个物理信号 那个0101在出来的时候被那个加密机完全被扰乱了 听见 然后那边呢 就会把扰乱的这个物理信号再还回来 然后正常的信号啊 就 就能解释 一个以太网的包 那叫做 你这只有军方或者说是政府才能够用的东西 因为这玩意特别不灵活 你不觉得吗 这个 这个线的中间什么都不能有 必须是存物业动 对吧 然后呢 你才能够说 扰乱那边才能够 才能够解密嘛 对吧 这存物业动 东西啥都不能够 OK 你想想 全部都这么来建 你成本有多高 不太科学 不灵活 对吧 ISC你想想它有多灵活 整个互联网已经把这个台子给它好了 对吧 整个互联网的IP可达性是没问题的 也要说只要有IP地址 那我们微信就可以见 对吧 你说我这个灵活性跟你那个 点对点点练动 能有可比性吗 当然了 政府讲究 对吧 他们就得用那个东西 一般我们一般用这个就可以了 马克塞克他就说 Mark到Mark 中间必须要过交换式网络 OK 中间必须要过交换式网络 中间不能过路由 路由电路 因为他的以太网上面的这些数据都被加密了 好 比如说在网上还会有什么呢 比如说有应用从加密啊 比如说 你看QQ其实就提供一些 他的数据的加密 还有那个微软那个Skype 其实也是提供数据成的加密 但是应用软件自己提供的 他是软件自己要应用从加密 当然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安全老师会讲的比较多的 就是网络上IPSEC和这个数据电路上MarkSEC 这两个应该是要我们要主讲的 好 那这个网络上安全说了 然后他擦一个新的头部也说了 刚才说了 擦了一个新的头部 然后再聊一个 也不要说了 就是IPv6的事 IPv6估计中国现在在 在全力的发展 是吧 把我们真正建立一个建立 建成一个 大型的 局域网网络 这把我们的墙 做得更高一些 让我们的局域网 做得更大一些 基本上我们的IPv6网络 就这个目标 哈哈哈 你不要想太多啊 不然我是这么想的 好 闲话说吧 IPv6呢 在很多人眼中认为 是一个 很高级 很高端 然后还没有来的一个 未来科技的 技术啊 很多人会说未来科技 未来的 特别牛逼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吗 IPv6其实特别特别特别老了 IPv6 IPv6至少20多年了 很多年前很多年前 20多年前 其实就有IPv6了 当年那帮人就说 IPv6已经不够用了 我们应该搞个IPv6 20多年前就已经有IPv6了 IPv6只是说它一直 就憋不出来嘛 对吧 一直憋着它 它没有出来啊 所以说呢 你觉得它很高级 其实它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特别特别老的技术了 好 说到IPv6 那为什么扯IPv6呢 因为当年在设计IPv6的时候就觉得 地址不够用 那是一个问题 还有呢 IPv6那些 吹心眼的协议太多了 像ARP 是吧 那好 我们应该保护它 我们不要ARP了 IPv6太确硬硬了 它不加密 所以说我们IPv6应该要考虑加密 然后呢 就给IPv6设计了IPv6 故事就这么来的 为了保护IPv6 那帮人就设计出来的IPv6 来保护IPv6 理解吗 好 只是说呢 IPv6到现在也没编出来 但是IPv6的IPv6这个技术 那么在当年被设计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应用在互联网 所以说你会觉得IPv6在玩 这个好老的技术 IPv6好像是很轻的技术 其实它们是一拨人 一起出来的 只是IPv6就没有 没有正常使用过 IPv6就用了20多年 你又觉得这个好老 IPv6好新 其实这玩意 就是IPv6就是为IPv6设计的 理解吗 这是一个原有 所以说它说 是IPv6的一个部分 你要了解 而且后面我们在 NP就会讲它的 IPv6的包的时候 那个包里面有一个典型的 IPv6的一个特性 叫做下一个头部 如果说你了解IPv6的话 就会 你 头部和头部之间 用一个下一个头部来串起来 你要知道 其实在 这个IP应该是什么协议号 动口号 应该变成的东西 IPv6叫下一个头部 所以后面我们讲到一句话说呢 也典型的能体现出来 这是一个IPv6的一个包 好这个 说到我们继续 好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叫 IPSEC安全框架 很多书 框架叫 Fanwork 就是框架 Security Fanwork 就是安全框架 啥叫框架呢 就是只有价值 没有东西吗 就是空的 什么叫空的 看一下 比如说 IPSEC说 我们这个框架 我们是可以加密数据的 口号是在这儿的 但是 具体用什么样的算法加密呢 没有 没有这个 具体的算法 IPSEC跟大家说 我们要对数据做完整性教验的 具体用什么样的做完整性教验呢 这个也没有 要 比如说 要这个封装 我们就 这个头部 我们是要有一个头部 要插这个头部的 但是这个头部用什么封装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具体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有什么样的好处 如果说他定一个具体的 他就早就完蛋了 因为 随着实战的发展 比如说他当时定dance 过两年dance就完蛋了 对吧 然后呢他定3dance 过两年他3dance 可能就完蛋了 你如果说非要跟一个协议绑死 那死的就会比较快 IPSEC为什么活到20周年 现在还用 觉得还挺好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没网 他就是一个空架子 听见吗 就说 加密可以啊 什么算法 协商吧 你们协商 就是后面会有一个协议 IKE 说你们俩协商 你们决定是什么 就行 我都认 反而我没有 我没有主意 就是具体是什么 我不认 反而我这个空架子在这 我把框架打在这 你们自己决定是什么 你们是说什么就是什么 反而我都支持 就这意思叫框架 有意思 他没有具体的东西 好下面呢 我们就基于这几个点 加密验证 封装模式 和有效期 那么聊一聊 就是逐个给大家聊一聊 做一个路吗 首先第一个呢 叫做 我们先聊一下 加密学算法 有对称密钥算法 和非对称密钥算法 聊聊 对称密钥算法 对称密钥算法 很简单 就是 一个密钥共享给 发起方 和接收方 你也知道这个密钥 我也知道这个密钥 然后呢 我们用相同的 密钥 和算法加密 我们用相同的密钥和算法解密 那正好 这就叫做对称密钥算法 这个技术如果说要说得久 那就是 2000多年前 凯撒 前段时间我还听过一个 专门的密钥的课 好像凯撒之前还有人用 反正基本上比较有名的 就是凯撒密码 凯撒密码就是说 防止敌军来窃清 窃清我们的东西 凯撒呢就设计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英文字母 那个英文字母好了 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 A B C D E F 那比如说该写A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写E 该写B的时候 他就写F 他一个换位 谢谢吧 好 他做换位 这就是最老的对称嘛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嘛 你用这个加密 我这个解密码 是对称的 OK 现在我听到一个专门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那个密码学 还分析说 为什么老外特别 喜欢研究这个 这个加密 中国从来就没有 真的是中国从来没有 中国是所有的加密 都是从外国给我来的 原因很简单就是 首先中国 中国这个文字不适合加密 就是 老外这个文字 它适合数字化 就是把 它的字母变成数字 它容易数字化 然后呢 只要有数字化 就有数学 只要有数学 就可以玩出很复杂的一些 一些变化 就能加密 但中国呢 这个 其实 中国这些文字数字化 也是近 十几年才出来的 以前无法数字化 所以说 以前就没有办法加密 你要不就藏在什么地方 头发里面 人家抓到的 就玩那个 以前中国确实就没有加密 只有老外 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加密 所以中国的文字是 最近几年才开始数字化 老外那个早就数字化了 好 那么对生密钥算法呢 它的特点就是 一个密钥加简密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特别快 安全和检测 我来解释一下快 比如说对生密钥 比较有名的算法 比如 DES AS 现在应该AS最有名的 AS 对称密钥算法 AS 什么叫快 我解释一下 现在各位上网 我相信绝大部分 应该是无线上网 无线上网 绝大部分就应该用WPA2 WPA2用的就是AES加密 你不应该 也不大可能 会觉得 一个加密的 无线网络 会比一个 不加密的无线网络 会慢 人 不可能感觉得到 所以说你不会觉得 它有什么样的延始 就是说这是一个快 还有一个 现在这些 交换机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 说交换机 从那个口子粗 从那个口子近 两个交换机之间 全部都这么加密 他说会不会有什么 性能上的 损失 这么说啊 现在 思科的这些交换机 和路由器 全部全部 就是现在卖的 现在买的 以前的不算 现在已经买得到的 所有的交换机 和路由器 全部有专门的 硬件加速卡 只要有了这个硬件加速卡之后 全部能够实现限速加减密 也就是说它的指标说我这个100兆转发 那好我就能够100兆加密 对 就是不存在说 由于加了密 所以说我性能下架 不存在这个问题 可能大家听到我这个词什么要硬件加速卡 觉得很高端 其实我估计那个成本也就 我说几毛钱可点便宜 我估计几块钱就买了 因为这个芯片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 所以这东西 不值钱 所有四个设备都有这个芯片 那个东西相当不值钱 但有了这个芯片之后呢 能够 能够 把很多计算 因为这个就不用CPU算了 专门的硬件加速卡来算 极具的 提高了性能 OK 只有当年什么设备没有啊 现在应该说从ISR时代 从 一代ISR开始就应该 加速卡了 只有更老的 什么26啊 25啊 36啊 那些老 老论迹才没有 那个时代我上课就会跟你讲 就会说 啊那个 你QS和这个 加密不要一起 因为起来没有用 因为 因为一旦起了加密 这个性能就已经不行了 你还在QS 更不行 调度完全没有意义的 现在基本上不会这么讲啊 就是加密其实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影响的 当然了你觉得 真的就完全没有影响吗 它肯定会增加延时 OK 那好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知道 思科有叫 Lexus 3000的 它叫超低延时转发 那就比如说一些证券 一些证券企业 就需要用超低延时转发的 那种情况 别说不能用加密 而且还得用那种 超低延时转发的 像Lexus 3000 应该就是超低延时转发的 OK 这种情况下应该你就不能用 那种加密接触 那一般情况下 你不太讲究的话 应该 你都感觉不出来 也不会犹豫在这 也不会犹豫 比加拉面 都是 没有这个说法了 现在 快警 安全紧凑 说到紧凑再聊一点点 就是说 所谓的紧凑就是说 这么一个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数据被加密了之后 比加密之前一定会长 一点点 但是 是一点点 你可以忽略的那么一点点 但是 肯定是变长了的 你至少你现在加个头部了 也得变长吗 对吧 好 感觉还是挺爽的 对吧 又快又紧 又安全 感觉你都说的好的话 有过 现在下面就是说不好话 你看 明文 共享密钥容易出现 中途劫持和窃听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密钥怎么给我 对吧 你怎么共享这个密钥给我 我想 以前真有一种 银行 就有一个人专门就骑一个保险箱 就天天飞飞机 就去送密钥的 真有干这个活的 现在 现在当然没有这个 当年 就是在 RSA的非力钥的算法没有出来之前 当年真有一帮人 银行就骑着一个保险箱 天天飞飞机就送密钥的 OK 人送还是肉体送还是靠谱很多 对吧 但这个 就是你如果明文送你怎么可能保障 你可能邮件发 靠谱吗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共享密钥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对称 在没有出现非对称之前 他的一个还有大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客户比较多 我们说客户比较少吧 如果你客户只有这么五个 他需要两两之间有个密钥吧 不可能说有个密钥通用吧 对吧 这不太科学是吧 你现在那个五个有多少个 密钥 两两之间 五个 还可以接受 你还可以雇点人天天给他送 他一百个你自己画一百个 两两之间 这玩就玩不过来了 就没法愣了 所以说呢 这个密钥 随着人数的增长 是指数级的增加 稍微 多几个 就完全完全 你就接受不了了 数量会急剧增加 这个密钥的管理呀 存储啊 转发呀 都是你接受不了的 人少 几个人玩 倒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稍微一多 你这玩意就没法用了 而且呢 后面要说数字签名和不可否认性 他都做不了 他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就是 怎么交换 然后呢 这么多怎么管 对称没有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非对称 非对称妙算法 就是一个妙加密 一个妙解密 你用 这个应该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一个 我们 应该是昨天 是昨天讲SSH 昨天 昨天是不是讲SSH 本来应该就讲对 昨天就讲SSH 我们不是用了那个 CryptKey 接着RSA回车吗 那一个回车 其实就产生了 两个密钥 一个公钥 一个私钥 所以就这么密钥 公钥加密私钥解 私钥加密公钥解 OK 好 就是这么一个 技术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密钥加密的东西 只能用另外一个密钥来解密 公钥加密私钥解密 私钥加密公钥解密 你知道公钥推倒不出私钥的 OK 这是他的一个理论基础 好 那么 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它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接收者 至少感觉这是可以的吧 所以说其实是不可以的 至少感觉它是可以的 什么意思呢 哎 土耳北这要轻一点太烦了 比如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接收者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公钥 有一个私钥 你要给他发一个数据 你先得获取他的公钥 公钥呢 其实不特别 公钥呢其实不特别重要 你可以去 他可以谁都可以发 公钥 就是公开的 大家都可以拥有 首先呢 你得到他的公钥 OK 然后呢 你把这个数据 通过他的公钥 来加密 得到这个密纹 然后呢在网络上传输 你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公钥加密的 只有他的私钥 才能够解 这样保障数据在传输过程的 安全性 OK 最经典的这个 这个密钥 可能这个应该顶顶大名 应该也给知道RSA 对吧 这是比较有名的 当然还有这个DH 这都是比较有名的菲律生药算法 其实有些人还问问我这个怎么翻译 这没得翻译 这是三个人的名字 这是两个人的名字 你去查 我记得我在讲NP的时候 还要把这五个人的 照片 给摆出来 就是名字 你说意义 没有意义 就是名字 然后看一下他的一些好处 因为不必发送密钥 不必发送私钥 给接受者 所以说呢 非对密钥算法 不必担心密钥被劫持的问题 就是我给你公钥 公钥无所谓的 公钥又公开的 我私钥也不给 那么 你用公钥加了密 只有我私钥才解得了 好密钥的数量呢 与参与者的数量是一样的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 那么你多一个人 你产生两个密钥 你把公钥交出来 对吧 私钥你自己留着 比如说呢 多一个人 其实也就是多一个公钥 这样的话 数量 就是密钥的数量 参与者的数量是一样的 数量有限 管理起来比较方便 好 这是数字线密和不可否认性 这是非对称密钥算法的一个特点 感觉 还挺靠谱的是吧 你要给你 公钥给我 然后用公钥加了密 又是要你解密 这都挺好的嘛 完美 但是呢 相当不完美 这个据说有一个严重bug 这个bug在于它相当相当 非常非常非常 相当相当慢 哈哈哈 比如说跟对称相比 能差出1000倍 的一个差距 比如说拿个东西 拿带斯来加密疫苗 他可能要加1000秒1000秒 相当长时间了 而且他会变长 比如说他会夸张到 加密一兆的 比如说加密 十兆的 他可能会直接给你 来个整个五兆出来 多多整五兆出来 所以说呢 主要的问题是 非常费资源 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说呢 你不可能用他 去加密真实的数据 所以说刚才我说 这么说 但其实用不了 为啥呢 因为这个技术 特别特别的慢 特别消耗资源 你不可能来加密 真实的数据 什么叫真实的数据 一个文本文档也 1k吧 对吧 基本上我没有见过 他能加密1k的 你别说word的 就别说pdf了 那都不行 他只能加密多大呢 几百个位 5位 字节还有数八 就是说几百个位 基本上也就这个档次 他就只能加密这么 如此之小的东西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只能加密密钥做密钥交换 只能加密散烈做 1000 以后咱们要讲 他怎么加密密钥来做密钥交换 首先你要了解一点 特别特别慢 然后特别的非资源 所以说他不可能加密正经的数据 他只能加密特别小的 几百k 17 没有 没有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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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百位 到 反正没有见过1000位 基本上就是几百位 500多位 512位 就是下512 这算是比较大的了 ok 他算几百位吧 512位 基本上我见过他就算人加密的比较大的了 再长的就 这就玩不了了 特别慢 所以说 你指望他能够什么帮你加密点数据的 不科学 加密不了 好那好了 现在聊了对称 好像也不大靠谱 那么非对称呢 好像也不大靠谱 那有靠谱了吗 他们两个在一起就靠谱了 所以说呢现在要了解在 市面上咱们用的这些加密算法 其实都是对称和非对称一个整合一个融合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玩的 他的玩法是这样的 首先这是一个明文的数据 这是一个明文的数据 比如说是一个PDF吧 可能还比较大 可能一百多兆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据 需要加密到 结束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加密这个大数据 你没有选择 你一定要用对称谱算法 那好 我们就用 经典的对称谱算法 叫Depth 安全 加密 标准 请对啊 对称谱算法 这是这种名字啊 非对称谱算法那些都不是名字啊 但是 好 那好 明文有了 算法 有了 少个东西 少一个密钥 但是需要多少密钥呢 需要56位的密钥 什么叫56位的密钥呢 就是01100 这二进制这个这个玩意儿啊 一共56位 yes 他需要这么个东西 他需要这么一个密钥 才能够加密 好 那这个密钥怎么来呢 随机产生 就是你的个人电脑 基本上个人电脑 其实叫五位随机数产生器 都会有这么一个产生器 比如说呢 让个人电脑来完成这个任务 其实并不难 产生一个56位的这么一个随机数 好 现在好了 你的 明文有了 你的算法有了 你的密钥也有了 现在你加密成文密文 没有问题吧 好 现在 立文没问题 下面紧接着 你要得到接收方 请注意接收方的公钥 你要把接收方的公钥 等过来 公钥也没问题 公钥是公开的 你得到接收方的公钥 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你拿接收方的公钥 来加密这个随机的密钥 就能得到一个密钥包 接收方的密钥 来加密密钥包 好 虽然说非洲生密钥算法特别的慢 虽然说非洲生密 算法会把 数据变长 但是一个小小的56位的这么一个小东西 他也花不了啥时间 他能整个多长呢 整个560位 也没多大个东西 是吧 所以说 他 你看他就加密这个密钥 特别特别小 56位 那真是相当相当小了 就加密这个玩 加密完了之后 找到一个密钥包 这有问题吧 好 然后呢 把这个密文的数据和密钥包两个加在一起 发给接收方 接收方收到之后呢 看一下啊 首先他拿到密钥包 然后他有 私钥 只有这个私钥 唯一能够解密这个密钥包 对吧 公钥加的吗 接收方公钥加的 然后正好呢 就解 密出来这个56位的密钥 然后呢 这是密文数据 然后呢 那我们都用 算法 密文也有了 算法也有了 密钥也有了 解冰成密完 就是现在基本上 市面上的加密算法都是这么玩的 简单理一下 用对称密钥算法加密成块的大数据 又快又紧凑 用非对称密钥算法来 加密密钥 来实现密钥交换 基本上 我们的不管是IPSEC 不管是SSO 基本上你 日常生活中用到的 基本上就是两者的混合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全部搞定的 都是这种两者的混合体 要注意 好下面呢 我们简单可以聊一聊 知名的算法 对称密钥算法 比较有名的 就是 你看对称 对称 对称 比较有名的就是 DES 3DES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他 现在基本上都用他 非对称呢 这是RSA 这是DH 他们是非对称 我简单可以解释一下 RSA呢 主要是 这个标入名了 是数字签名数字证书 基本上都是RSA 数字签名数字证书 基本上都是RSA 这个DH 我解释一下 我们后面的IPSEC IPSEC就是中国DH 这个非对称密钥算法 来交换密钥 不是需要交换密钥吗 IPSEC不用DH来交换密钥 好 这是比较知名的几个协议 简单可以了解一下 好 加密 咱们就算聊完 下面呢 我们来聊聊散列 就是 哈希 就是 Mb5 当然Mb5 是其中一个算法 我们来聊聊 散列函数 中文 哈希函数 英文 也就是说这两个玩意 是中文和英文的关系 也就是说 散列词跟哈希函数是一个东西 对吧 因为有些人分不清楚这东西 好 当然呢 它有一个具体的算法叫Mb5 也叫Mb5词 所以这有些人听着就比较乱 散列词哈希函Mb5 其实这都是一个东西 Mb5相当于是一个具体的算法 就跟那个对生妙算法 一个具体的算法 要代表一样 得解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好 那么它是干嘛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做 数据的 数据的 数字指纹 就是为数据做指纹 可以得解吗 好 理解啊 为数据做指纹用的 好 有人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给数据做指纹呢 那咱们先聊聊 指纹是什么 好 我们生活中是 指纹太多了 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支持指纹了 对吧 那 最开始的指纹是怎么样呢 就首先呢 需要为用户采集指纹 你看手机刚刚买的时候 就采集一个指纹 对吧 警察叔叔可能 在身份证的时候 也得采集一个指纹 然后呢 首先有个指纹库在这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警察叔叔在某一个 犯罪现场 得到一个嫌疑犯的指纹 这个时候呢 他把这个指纹采集了之后 拿回到公安局 然后呢去查这个公安局里面的数据库 看看有没有一个指纹跟他拿过来这个指纹进行比对 比对比对一个一个比一个一个比对 然后如果比对 匹配上 指纹匹配上人就知道 哎 这就是指纹的公务员 你也知道手机不是也这样的开始采集的指纹 是吧 然后下一次遇到这个指纹 他就这么一切是你了嘛 好 是这么一个规则 所以说你要了解这个技术的玩法是先得采集指纹 然后再比较指纹 然后指纹相同 人相同 这个套路 那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嗯 同样的我们散列函数玩的就是数据的指纹 比如说你要去下载一个重要的数据的时候 那么他会给你算一个散列之一 当你 当你下载了这个文件之后 然后呢你也应该用相同的散列算法得到散列之二 如果说两个散列字相同 表示这个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完整的 比较吧 啊 比如说 我们可以到 思科官网 软件下载 来 啊我随便点一个啊 这一项上课 那我先先 那我点过来吧 我就点了最近下载的东西 思科基本上官网 呃我 实验一下这个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思科官网说这个是我最近下的东西 这咋个年前下的东西 你把主标放过去 看到吗 看到吗 看到MD5值了吗 看到下512的值了吗 OK 思科官网就是说你下嘛你一下的时候我会提供这个相应的散列值 你下完之后呢你最好你讲究一点的话 当然你不讲究直接用啊 你讲究点的话应该搞一个 散列的软件 来计算一下你下载的东西跟我这个 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话就没问题吧 OK 他属于提供的东西 其实你看 就跟我这 是差不多的 OK 好 散列 函数有些什么样的一个 特点呢 首先 你的散列函数 那么要能够说能够 能够被大家用 你必须要拥有 这四个特点 否则的话你就是质量不过关 你这个散列函数就不能再用了 或者说 更 更直接的说法就是说你的散列函数已经被破解了 对呀 对呀 就说你过关的这个就是散列函数就应该用这个特点 一个特点叫做固定大小 固定大小 就是 以 以这个MD5为例 不管有多大个数据给MD5算 他只给 128位出出 128位 不管你大小反正给我MD5我就可以等128位出来 你可以这么认为看指纹不让不管人个头多大的指纹也差不了多少吧 固定大小 一个 雪崩效应 就是说你把原始数据一T的数据你就改了一个位 很小很小吧 但是得到的MD5只是完全彻底完全不一样 就像两个中胞胎长得几乎一样的指纹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见 雪崩效应 然后单向就是绝不可能从指纹 就从散列函数据 就是绝不可能从指纹你绝对没有这种算法能够说指纹啊我数学一通算一下 人长出来长什么样 没有 没有这种技术 不可能 这个指纹数是人 采集指纹 OK 人采集指纹 没有说指纹一算啊人就出来了 这个这个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就在那个 你看一T的数据128位MD5输出 算一T 想想也不科学啊 最后一个叫冲突避免 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说 你基本上找不到另外一个数 跟当前这个数的闪列几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肯定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跟我的指纹是一样的 你说 你一会儿另一个人出来跟我一样 那个人又跟我一样 咱们还玩吗 这个指纹这个东西 这是唯一性嘛 就在指纹就我才有 没有人有 是吧 如果说一比到三个人 就没有意义了 OK冲突避免 好我来说一下 经典的算法那个MD5下1和下2 我给你解释MD5和下1全部被破解 而且是中国 山东大学的一个李教授破解的 很牛逼很牛逼 前段时间我还听过他的传记啊 很牛逼很牛逼 就是说别人是生着孩子天天天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然后破解了 去美国发 发论文的时候美国人都进了 就是说 MD5和下1都被破了 所谓的被破 有些人说破了好紧张 好可怕 那其实也就 他就说 他可能会这个 有些人说破解 就是这个 算出来 不行不行 这是不可能的 他的意思是说 他能够在短时间以内 找到另外一个数 跟你现在这个数是一样的 三列值 OK 冲突避免地利消掉 地下冲突避免消掉 这个数也是 这个值 那个数也是个值 其实这个就基本上没法用 OK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用下2 比如说 下512 下256 下192 这都算是下2的范围 现在下2是没有被破解 但是下1和MD5都完蛋了 都是被破解了 OK 好 但是呢 那有些人说 MD5和下1都被破解了 为什么时刻还给你提供这个选项呢 还能让我敲呢 对吧 好我给你解释一下 不特别讲究 没特别大的问题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还 还会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呢 那讲究的就不用听了 肯定是 肯定是不应该用啊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想想你保护什么 比如说你要保护 给我100块 对吧 这个这个钱 这是一个数据 这是一个真正有 真正有意义的数据 对吧 你做了一个散烈值 对吧 然后你发售 然后呢他确实能找到另外一个数 跟你这个数呢 这个数据呢 一样的散烈值 但他应该是一些 这样的东西 对吧 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收了之后呢 确实会影响到你去处理 对吧 但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而且绝对没有一个可比较的意义的东西 给你一百万 居然给你给我一百块 居然一样 这是不可谓的 这是不可能的 OK 但是对于一些要求极其严格的 你看这个东西还是很危险的 比如说东西我给你替换了 这个数据给你替换了 OK 你都不知道 因为散烈值是一样的 所以说确实是被破解了 就不应该使用了 但是呢 至少被我们的一天而言 不是特别可怕 没有你想象当中 就撤离完蛋了 怎么就 怎么就不行了 没有 其实也没有特别可怕 所以说你看 四个线这些录录器 其他散烈录录器 也给你提供M6 和下一个选项 OK 因为逼近下2的 计算量还比较大 这两个计算量是极小的 所以为了性能 有时候觉得这个 不用那么讲究吧 对吧 所以说其实 这两个还是可以用的 不要太讲究 但是我给你确认 他们 全部被破解 好这就是 散烈 下面我们来继续讲这个 IPSEC的主动部分 我们要讲 ESP AH 和IKE 这是什么意思 IPSEC是 符合协议 IPSEC由三个协议组成 好你要了解一遍 IPSEC由三个协议组成 ESP 负载安全封装协议 和 AH认证投协议和 IKE 互联网密钥交换情 那好下面我来给你 简单说一下 这个比较好说 就这个ESP和AH 就是这个插入的头部 看一下 这是一个例子 这个部分在开始给你讲说有 有 两种模式 一个传输模式 一个随道模式 传输模式 就跟 开始我讲的差不多 我说你看就在这中间插一个头部 对吧 你看中间插一个头部 这玩意叫传输模式 你看插的头部可以选个H 可以选H 比如说 所谓的三种 三种 其实就是两个前面两个都不太重要 都是一个插入的头部的格式而已 IKE 那是相当重要的 是一个核心协议 IKE 互联网密钥交换协议 那么 今天敲的 是敲的IKV1 当然其实有IKV2 在我们政课里面 这个MP课里面 其实都会讲 我可以这么讲吧 反正思科吧 我建议你还是用IKV1 IKV2思科 挺不好用的 我觉得IKV2挺不好用的 但是其他厂商像星星的公司 用IKV2会比较多 好我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IKV2 为什么说思科里用IKV1就好 就行了 不用IKV2 它们区别在于什么 IKV1是这样 IKV1就是差不多20年前 出来的 就设计了 IKV6的SORROR 设计了IKVSEC 当年的IKV1就是 没想那么多 你说20年前 他能想到今天之互联网吗 他很想不到 他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为了建一个加密 就没有了 什么工程都没有 什么站点到站点 微拼啊 什么隧道微拼啊 什么远程拨号微拼啊 啥都没想过 就做了一个最简单的这么一个标准协议出来 OK 这是IKV1 好 IKV1呢 是开始是 这个协议本身是 这个 不行 但是呢 但是实在在发展了 对吧 那思科这些厂商就说 你不支持 但是我搞一个私有的嘛 我支持 对吧随着市场需要 对吧 你这个协议跟不上 不管你了 斯科就说 那我们基于IKV1搞出了最道级微拼 搞出了这个微拼 搞出了那个微拼 搞出了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全部的各种各样的微拼 它都是基于IKV1扩展出来的 你解吗 也就是说 其实 对于斯科而言 IKV2对他都没有必要 因为 斯科说 你提需求吧 什么需求我搞不定吧 我IKV1所有的 你能想得到的我都搞得定 OK 好 为什么IKV2呢 好我来说一下IKV2出来的初衷 IKV2第1个 第1个出来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说IKV2太low了 那 这功能很差 所以说呢各大厂商都搞私有协议 斯科搞一坨私有协议 其他厂商搞一坨私有协议 都是私有协议 因为不用私有协议搞不定了 IKV2本来就是特别菜的一个东西 好 IKV2说好 我吸取所有厂商的这些私有协议的优点 我把全部都给他集成到IKV2里面来 这是一个完整的协议 这样的话大家都有公有协议了对吧 大家都可以互联互通嘛 他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斯科 愿意支持这个东西吗 斯科说支持他们干嘛 对吧 没有必要吧 妈我的东西都好死啊 全部都可以啊 支持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他们呢 我这东西净好死的 斯科的特点就是你不支持他们 就是斯科来KV2其实功能也都行 但是斯科其实我觉得他都不推荐另外KV2 特别费劲 有点我们可以看看 特别了 特别敲起来特别费劲在MD一段 我说安全有两个 零攻击配置的实验 就是配打的键盘的打坏了 键盘的打坏的这种实验 一个在KV2 一个是Zone with Bar 基于重的 基于去的把我讲 付出器的 两个都是这种会键盘打坏的这种节奏的那种配置 IKV2特别难配 特别多东西 这命名特别多 特别难配 为什么我也解释这样 必然很难配啊 因为他的公有的标准啊 你什么东西都得打出来啊 都得兼容啊 支持啊 斯科那个私有协议 私有协议都都斯科的 你懂的啊 对吧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设呢 不设不设 你懂的啊 然后就很容易敲几个命名就建议起来了 你解释了意思吧 所以斯科的IKV2特别的 你觉得特别变态 就是因为他有支持各种各样的兼容啊 所以说打起来就会比较非计 所以其实斯科IKV就差不多啊 当然了我们上课肯定是IKV2要讲 IKV2 其实考试也是大部分是IKV1的 有一部分他会挑一些来考IKV2 OK 但是很多其他厂商新厂商 他们愿意支持IKV2的一些 大家了解这个情况 就是斯科为什么他不爱支持这个玩意 好说一下这个模式 说一下模式 就是说我们第1个呢 叫做传输模式 就说在中间 我等一下点多少遍才能 才玩得了 在中间插住一个头部 把后面加密 那就叫传输模式 是这种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隧道模式 隧道模式呢 顾名思义可以看一下啊 把这个东西 撤离等到里边来 然后呢在外面加一个 头部 ESP或AH 然后在外面加一个全新的IP头部 你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因为我还会举例子 这个里面呢就感觉像是 北京的私网10.1.1点点点 到上海的私网192.1点点点 然后外面这个头部呢 就感觉是北京的网关 路由器的Global IP X 到上海的网关 路由器的 Global IP 感觉你的这个北京的私网10 到上海的私网192 就被封装到了两台路由器的 Global IP X和Y 直接所建立的一个隧道里面 向着国家吧 对吧 这叫做隧道模式 这是一个主流模式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好下面呢我们就举点更加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这是 北京站点 这是上海站点 北京生活地址 上海生活地址 172 然后呢这中间隔了一个互联网 北京的地址是202 上海地址是611281.1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 我们的PC 北京的PC 要去访问上海这台服务器 要去访问上海这台服务器 好 然后呢 PC呢就直接发一个包 原是10 目的是172 就直接进入到611 顺便再聊一个 蓝突烂的一个特点叫做对客户是透明的 什么叫对客户是透明的呢 就是客户其实并不知道 有微偏 有吗 没有啊 我就直接说172 161.1 就通了呀 对吧 哪有微偏啊 我没觉得呀 这就叫做对客户是透明的 客户哪知道什么微偏 不关心这个东西 不知道 反正我说172 那服务器就通了 我管他在哪 他管他上海在纽约的 这不重要 对吧 但是远程不好微偏 肯定不是远程 不好微偏 很明显客户一个点击连微偏的过程 输密码的过程 那个肯定是不透明的 但是 拦出来微偏对客户是透明的 客户哪知道有微偏的 客户觉得把他输给你嘴封啊 对吧 什么微偏我不知道 所以他肯定就是直接就输172 161.1 他就直接把这个流量发到这个内部网络 到了这儿呢 这个包呢 好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明显是一个隧道模式的 好 我们假设他是传输模式 我做个排数吧 比如说有时候会问 为什么不能传输模式 我们假设 是传输模式 如果传输模式 对的 这个时候就中间插着一个 比如说叶子头部 对吧 然后这个加了密 对吧 然后扔到互联网 对吧 然后就完蛋了 对吧 你10和172在互联网上想干嘛 对吧 你不可以扔吗 这个不科学 传输模式不可以 那必须要用这个隧道模式 把它封到里面 外面呢是202和6151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被加密 里面被加密 这个 IP这个头部是明昏的 然后呢 这个IP头部是明昏的 这个帮扔到互联网 没毛病吧 所有的录务器看 IP地址 目的IP地址是 这个611281.1 好 我知道吓一跳 然后我回去转了 走了 对吧 至于里面是乱码 录务器看嘛 录务器根本不关心那个事 对吧 录务器只是说IP 头部我读得懂 目的IP地址我读得懂 目的IP地址有录务器 那就转了 所以里面是乱码 不管着嘛 对吧 你爱是啥是啥 我也读不懂 我只懂IP OK 然后呢 这个包呢就最终 抵达了目的地址 到了上海 上海呢 就会去解密 把外面拨掉 把里面拿出来 然后通过类伍的路由 就里达莫里达 这就是典型的 拿出来 典型的隧道模式 OK 有一种判断隧道模式的一个标准 其实有两种标准 我先讲一下我爱用的一个标准 就是首先呢 你拿着一个VPN你要了解 首先你要了解哪些地方是通讯点 是通讯网络嘛 然后呢加密开始 始终这个位置开始从这个外置结束 加密点 通讯点 加密点 明显不提配吗 这就是隧道 这是一个判断标准 还有一本书 它是这么一个作者 这么一个说法 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通讯网络 始终要找通讯网络 这个通讯网络 在中间承载网络 是 不可路由的 就得是隧道 如果是可路由的 你可以就传输 可以的吧 你看这明显不可路由啊 没法混的 这个指纹打隧道 隧属里面要隧道模式 这也是一种判断的标准 好说到这儿呢 我们继续 继续看 远程反航维天 远程反航维天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用啊 首先你要了解你肯定会有一个软件要装 然后呢 装完之后呢 我不知道你能认证观察过 有个 网络适配器没有 你就会多一个适配器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你的软件 会多一个适配器 好了 了解了这个之后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你用物理适配器和 虚拟适配器呗 好这个时候呢 当你去远程访问这个 拨号这个 网关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你认证通过 卫星建议 那么他会给你这个 虚拟适配器一个 地址的地址 就给你一个地址 一个 地址 的地址 你们如果观察的话 可以拨上去 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叫我 他会给你一个 地址 的地址 然后其实呢 你访问内部的服务器 其实用这个地址 词的地址 来访问内部的服务器 在这边啊 你拨上去之后呢 你的虚拟适配器 就会up 现在很明显 现在没有拨 可能是当的 你拨上去你的 虚拟适配器就会up 你的虚拟适配器呢 就会有一个 地址 这个地址源自于 网关的一个地址词 这个地址 然后其实你访问的服务器 其实用这个虚拟适配器 访问的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会认为是你的 172161.0的虚拟适配器 在哪个地址来访问它 那也就好了 那这就是通信网络 这就是 加密网络 依然不等 依然为隧道 OK 好 说到这儿呢 我们来聊一个问题啊 这个首先这个隧道模式 咱们讲完了 有一个 经常我要在这儿来讲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 我现在会问说 你的地址词应该怎么选 你的地址词 就说这个地址词 应该怎么选 一个考验你路由交换水平的时候到了 我说句话 可能听得懂啊 就说这个地址词怎么选 我会跟你说 你 就是 这个网段怎么选 我说呢 当然了之在内部网络 它肯定不是直连吧 肯定内部还是有 很多路路器啊 很多路路设备 是吧 你的地址词应该怎么选呢 首先你的地址词的网络 在内部网络是可路由的 并且 会通过 内部网络的路由 最终会路由到这个内部接口上来 就可以了 好我已经说完了 就说有些人说你回答我 我完全回答你的问题了 就是说地址词应该怎么选 首先地址词在内部网络是可路由的 也就是说在内部网络 必须有它的路由表里面 必须有它的转发向 好然后呢 会通过 内部路由的路由 最终会把流量 加密的流量 会送到你的VPN网络的内部接口上来 就可以了 可以 好 比如说有时候我上课 我上课呢 当然就是直连 我上课的直连 那内部 而且我还喜欢说 那 是直连 而且 而且我喜欢顶一个默尔网关顶到这个直连 而且这默尔网关顶到这个 费的位上 那此时 你用任何一个网络 都是满足要求的 你随便乱敲 都OK 听解 是吧 是不是这个可路由 而且都会引导到我这个内部里面来嘛 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上课 因为我内部上 有时候上课就是内部这个直连顶 顶个默尔网关顶过来 随便选 是吧 所以刚才我说的你的地址是内部网络可路由 并且可以通过路由最终把路由引导到这个地方来 OK 我这么给你讲 你学了再多的OSPFLSA 什么EI加P的一些算法 全是如果说你这句话没听懂 你全是白学 理解 路由的经典 路由的学的东西就是什么叫路由 怎么查询路由 OK 你再给我标什么LSA 什么再给我标BGP 全是扯难 路由不在于协议在于路由本身 OK 你如果明白我一句话 而且记住了一句话 你能在项目当中把这东西解决 但我觉得你路由上算全明白了 如果刚才一句话没明白 你再懂再多的跟我扯那些 扯那些LSA的但BGP的什么选入多少条 天天跟我扯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我从来记不住 啊我就这么跟你说 LSA几个类我都跟你说不明白 BGP有几个选择我也搞明白 但是我遇到汪汪问题 我解决得了 哈哈哈 所以我都号称我自己的OSF只会来的Work 但这重要吗 哈哈哈 你要学会精华 哈哈哈 好说完刚才的东西 有些人觉得啊这个怎么都是啊 烂兔烂啊 这个远程拨号啊 怎么都是这个隧道 有传输吗 有传输 不太多有 那么比如说在我们公司内部 在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的网络是137.78 怎么会这么奇怪 我的电脑是5.5 因为我的CCIe号是137.78 我的生日是5月5 记得给我送你啊 就说我特别任性 就是只要我的网 就是137.78 我我我严重不管这个问题 我我查过 这137.78是一个LASA的一个网络 我不管 啊 我就是这 这就是我们公司试网 5.5就是我的IP地址 反正就是说137.78是我们公司试网 我们的我的电脑和我的服务器在我公司试网时 可能流乱 我的电脑来访问我们公司重要服务器的时候是IPC加密的 为了安全起见 就是你知道它也通不了啊 因为我IPC 我跟它是有IPC控制的 也就是你用我的网线你用我的地址也访问不了 因为我有IPC认证加密来访问 这种情况下 我这个地址和这个服务器的地址是在内网可路由 在中间承载网络可路由 所以说我是一个简单的传输模式就OK了 把这个拿微软的 微软自己做IPC就可以了 微软自己类似的IPC就能 实现这个阻碍到给的加密了 OK 好这个我今天还到上半部分来多讲这儿我把它讲完然后下半部分我们开始做实验啊 这传输模式隧道模式说完 我们来介绍重要的IKE 互联网没有要交往前 刚才不是IKE V1 V2吗 我们来看一下IKE IKE 是干嘛的 首先呢它来建立与维护 IPC IKE S-A IKE S-A 什么叫S-A 我翻译叫做安全关联 有些书中文的书叫做安全联盟 反正意思也差不多 叫安全联盟或安全关联 好 比如说 IKE是来建立与维护这个两个安全关联的这是什么个情况 好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首先呢你要了解安全关联是什么 安全关联呢比如说我这个录录器和你这个录录器 比如说要加密 那这个时候咱们得得聊啊 咱们怎么聊啊 我们得聊说 我们得聊好啊 这个 我的A网络 你的B网络 这要加密 对吧 好 我的感情预留是A到B 你的感情预留是B到A 我们这都是反的 然后呢我们得用Dance加密 你吧 我们得说好啊 咱们别乱啊 别说我Dance比3Dance 咱们还玩不下去了 好我们要做完整形教验吧 我们得MD5啊 我也是MD5 然后呢我要用ESP 封装 你也用ESP封装 好你要用Tunnel 隧道模式 好这边呢也用Tunnel隧道模式 当然还有密钥啊 一些东西的鞋上 是不是得聊好啊 不聊好以后怎么玩 对吧 好这个 聊完的结果 安全关联 就是这些细节 所有的这些加解密 这些算法 所有的细节 这玩意叫安全关联 只有我们两个聊完了 这安全关联建立了 这咱们加解密嘛 这玩意叫安全关联 或者安全联盟 这个聊完 下面为什么有两个呢 有些人觉得怎么会有两个呢 什么什么叫IPSEC 什么要IKE的号 咱们又来聊一个问题 有两种流量需要加密 哪两种流量呢 这个最容易看得出来的 就是他们要加密吗 是吧 这叫加密的吧 有些还有流量吗 有啊 他们之间协商 哎我们说啊 这个协商是IKE 你不能说协商是民众人协商吧 这也不好啊 是吧 协商怎么也是压了腻的吧 那IKE也得加密 由于 A到B这个真实的感觉要加密 和IKE要加密 所以说是不是我们就有 IKE SA 和IPSEC SA呢 这就是为什么两个 SA 有的原因 也为什么有两个安全关联 因为IKE的流量要加密 用IKE SA加密 IPSEC流量就是这个感觉流量要加密 IPSEC SA 就是这么来的两个安全关联的原因 它具体干了啥呢 认证 IKE帮你干 然后呢 产生 公共密钥 产生密钥资源和管理密钥 就是密钥 加密钥 加密钥也是需要密钥的 好 那好 那密钥 IKE帮你搞定 帮你协商 其实就是DH 他不是说过吗 他帮你做 然后呢 协商什么封装啊 什么加密啊 这些协商算法协议 这也他帮你做 所以整体来说 IKE是IPSEC最核心的东西 虽然说还有ESP AH 但几乎就忽略不进了 最重要的就是 鉴定 SA 认证 医药 协商参数 全部由IKE来做的 所以IKE最重要 有V1和V2两代 OK 我们NA课呢 就主要讲这个V1 好 我们来 这是V1 V2跟这个不大一样 V2其实会更简单 V1其实还会复杂 好 这个图呢 是比较重要的图 IKV1的两个阶段 三个模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所谓的两个阶段 是你会看到 这是第一阶段 这是第二阶段 然后就可以讲一下 这两个阶段 三个模式 就是第1阶段 有主模式叫Man Mode 六个包 然后呢 也有一个叫主动模式 Aggregative Mode Aggregative就是主动 Aggregative那个 当然在中国的很多文档翻译叫做 野蛮模式 叫野蛮模式 我觉得很野蛮 就是我不爱用 我现在用主动模式 所以第1阶段有两个模式 都可以搞定第1阶段 主模式六个包 主动模式三个包 好像说我们平时用哪个呢 不会讲平时基本上就只用这个 这个几乎在司科的环境下 几乎是不用 虽然说以及其他厂商 我感觉好像还在用 司科的环境下 几乎是不用的 只有那个 我说已经被淘汰了一个 Easy VPN 他还有用 他还有用 我理解 主动模式 设计初衷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三个包 是这么回事 当年 这又说明了 IPsec 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技术 当年二十多年前呢 那个时候 PC来拨号的时候 PC来建IPsec微信的时候 当时觉得PC特别菜 PC的CPU太菜了 就是路由器 拥有的专门那些芯片 这都路由器 觉得性能还好一些 PC太菜了 实在是不行 然后呢所以说呢 来说我们路由器呢 可以用六个包来 协商 但是呢 PC太菜了 它的CPU真的不行 我们搞一个三个包协商呢 这样呢节约它的资源 但是现在是反过来的 PC很强大 路由器很菜 路由器的CPU 其实现在是很菜的 但这就很多年前的事情 就是说 就是说为了 设计初衷模式 主要是为了 当年为了 节约CPU的 PC的资源 然后设计了三个模式的协商 现在基本上就已经 完全被 反而斯科里 基本上从来都用不上了 现在 以前我讲 依资的FIN的时候还用得上 现在是 彻底用不上 基本上是六个包的 主模式交换 这个具体的交换的细节呢 我们会在NP阶段讲 好 我们说一下 第1阶段在干什么 第1阶段很简单 第1阶段就是认证 来了 认证认证 你是谁 我是谁 可以是 你 与共想必要 就是你知道这个口音 我也知道这个口音 或者说数字签名 第1阶段就是认证 好认证完了之后呢 就开始进入第2阶段 第2阶段只有一个模式 叫Quick Mode 快速模式 三个包 调缓 好 Quick Mode 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第1阶段 其实相当于怎么回这儿啊 我解决就相当于两个公司谈业务 第1阶段相当于就见了面 认识了一下 吃了个饭 就干个这个活 好 那快速模式上干嘛呢 比较两个公司其实是要根据 要谈要谈具体的业务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进你100吨煤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业务了 那当然了 对于IPsec而言 就是我们要加密A到B的流量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业务呢 就是说 我们要进一百吨煤 好 那你也知道公司要进一百吨煤 那先得签合同吧 是吧 咱们得整一个合同 合同上写了 什么时候 多少吨煤 怎么运 什么时候给钱 怎么怎么利 是吧 签个合同吗 那么这个快速模式 其实也相当于是在签合同中 好A到AB要加密 好 用什么加密 再次加密 好 然后呢 用MG5HC 行 然后呢 随造模式可以 就签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协商还可以塞给SA以为 是吧 相当于就跟签合同一样 他就说 我们要 有没 然后签合同 怎么交货 就是说这个呢 就是说A到B要加密 好 咱们就来开始签 说我们的协商 我们三个包 我们快速模式协商 应该怎么加密呀 完成一教宴等等 这些 当然我们加密的流量也有可能很多 所以说可能会有很多个 三个包的第二阶段的快速模式 你简单了解 两个阶段 三个模式 其实那个主动模式基本上也不用太记了 第一阶段就是任上 第二阶段就是 鞋带T4来处理距离感情流 OK 这就是 IKE的三个模式 基本上咱们就 讲得到啊 这个我们会在MG5更加详细的讲 好我们休息10分钟回来 我们开始 瞧时间了